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中国三农报道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指出 平凡铸就伟大 英雄来自人民 在2020年这个极不平凡的年份 每一位用汗水浇灌收获 以实干笃定前行的奋斗者都了不起 目前我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 是千千万万个扶贫干部的奋斗和付出 在太行山深处有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孩 她的父亲牺牲在了扶贫一线 为了了解父亲的工作和生活 年轻的女孩决定走进乡村 在脱贫攻坚一线 继续父亲未尽的事业 今年给咱们争取这个慰问也回来了 今年过年 咱就好好过个热闹的好年 我叫郭子涵 今年24岁 一年前我从城市走进了太行山 成为了一名住村书记 这里是我父亲曾经站得过的地方 他是我的上一人第一书记 台北村是郭子涵的父亲郭建平 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2019年8月2号 郭建平因公殉职 牺牲在了扶贫一线 特别想要知道 我父亲为什么会对扶贫工作 那么执着 那么义无反顾 所以我就必须来 在郭子涵的努力下 村里新的蓄水池修好了 最后一条主干道 台北村到关村的道路 也顺利修建完成 父亲和女儿修的新旧两条路 也贯通了 村民出行更加方便 不来到以后 人家挺结强的嘛 是不是 挺勇敢的 在我心里面 我父亲是一个英雄 我父亲能做到 我也一定能做到 我还是想要让我父亲放心吧 既然接过了他的接力吧 我一定会沿着他的路继续走下去 一二三 走 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 曾经是三区三周深度贫困地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当地农牧民养殖的肉羊规模小 并且缺乏技术增收乏力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开展 当地发展起了多胎羊的养殖 有效带动了当地贫困户增收 今天的三区三周行 我们就去那儿看看 位于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的 万丰序墨基地 天刚亮就迎来一群特殊的客人 一场别开生面的抢羊大战 在八格齐村的村民之间展开 村民抢购的正是凭借多产优势 为当地农民带来红利的多胎羊 咱们当地的羊一年一个高子 但是我们多胎羊养好的话 一年可以得三个高子 两年就比当地的羊 要多出四个高子 一个高子就是最低 两百块钱利润你算一下 要比当地的羊 要多出八百块钱的利润 52岁的麦麦提江 如今是八格齐村 多胎羊的养殖大户 经常会和村民分享挑羊的经验 但就在几年前 他还是村里的 建大利卡贫困户 八格齐村所在的墨浴县 沙漠多耕地少 村民多数靠传统养殖为生 但规模小 缺技术 本地羊繁殖率低 让这里的农户增收困难 麦提江艰难地支撑着 一家老小的生活 八口人 人均年收入不到一千元 2018年 为带动当地群众脱贫致富 墨浴县大力引进多胎羊 在当地政府和龙头企业的帮扶下 麦麦提江用五万元无锡贷款 购入十支多胎羊 然而 面对这个新品种 他的心情有些复杂 让村民吃下定心 万峰畜牧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作用 通过产业和科技扶贫 带动农户科学规范的养羊 每周副总经理赵建宏 都要走访多胎羊养殖户 对他们进行技术培训 指导他们怎样饲养管理 怎样发现病羊 怎么来进行高羊的保健 对多胎羊来说 多产就意味着增收 为了帮助农户节约时间成本 及早判断母羊是否怀孕 赵建宏和技术人员 还要定期给农户家里的多胎母羊 做必超检查 早早地检测 可以节约你的养殖成本 一看怀孕了 我们赶紧把它剃出来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继续配种 作为村里第一批养殖多胎羊的农户 短短两年 麦麦提江的羊就从最初的十只 扩繁到现在的两百多只 它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养殖大户 最早的时候 它那个卷全是用那个树条子 木棍子织起来的 就是那个围栏 发展到现在两百多只羊 以前的木条子 现在全部变成铝合金了 通过养殖多胎羊 麦麦提江一家人的生活 富裕起来 住上了新房 购买了汽车 人均年收入达到两万元 如今羊肉 已经成为了餐桌上的常见菜 在麦麦提江的带动下 大儿子也加入到了养殖多胎羊的行列中 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增收致富 是热心的麦麦提江最乐于做的事情 他还主动捐款两千元钱 帮助生活困难的村民购置多胎羊 在麦麦提江看来 未来与羊为伴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中国三农报道 聚焦三农热点 助力乡村振兴 2021年1月1号 我国首批新冠疫苗 开始在山东北京等地 对重点人群进行接种 预计2月中旬完成接种 中国大尼出片了 痛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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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热灯 一般不需要 它的处理不要紧了 在山东潭城县的潭城卫生院 预防接种门诊 工作人员正在向前来接种的人员 讲解疫苗注射的注意事项 来自当地冷链食品加工企业的工人们 成为首批新冠肺炎疫苗接种人员 我们的接种者目前没有发现 比如发烧了或者乌土了 其他一些过敏反应 目前来看这个疫苗的中绩情况 是很好的事 在北京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公布 2021年春节前 将对冷链物品检验检疫人员 口岸装信运输人员 社区工作者等9类重点人群 及其他应急保障人员 开展紧急接种 年龄在18岁到59岁之间 2021年1月中旬 完成所有重点人群首针接种 2到4周后完成第二针 北京市将在2021年春节后 组织开展其他人群接种工作 从去年年底开始 商务部着力推动 扩大重点商品的消费 鼓励相关地区 优化汽车限购措施 开展新一轮的汽车下乡 和已旧换新 这也意味着从国家层面 新一轮的汽车下乡开始启动 汽车下乡政策 并非第一次在国内实施 自2009年实行汽车下乡 汇民政策之后 微型卡车迎来了销量爆发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微型卡车的更换周期 一般为8到10年 近两年正式更换的高峰期 在安徽合肥最近举行的 一场汽车下乡活动上 记者了解到 随着消费升级和结构改善 现预及农村汽车的需求 发生了改变 在1.5以下排量的这种车型 是最受欢迎的 这可能跟这个区域内的 其实下乡这区域内的消费者的 实际的需求是比较切合的 在所有的车型当中 SUV又占到了55.9% 那么从这个消费年龄来看的话 80后是我们的消费的主力 占比高达40% 据了解 本次汽车下乡 还体现了消费升级和乡村振兴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 对农村居民购买3.5吨 及以下货车 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 对居民淘汰国三 及以下排放标准汽车 并购买新车 急于补贴 随着我们农民的生活水平 不断地提升 以后他们对乘用车的需求 我相信 这个慢慢慢慢地 会对我们的汽车市场 做出很大的贡献 或者说致富的过程 我们给一些政策的补贴 让农民买得起车 通过买车能够致富 然后再返普乘用车市场 元旦期间 全国各地的人们 用当地特有的民俗 花式迎新年 也让来自大江南北的游客 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新年 我们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在山东早庄 掩马库区移民的小山村里 伴随着震天的锣鼓声 演出热闹开场 武龙武师齐上阵 台花叫大鼓书等传统民俗节目 轮番上演 随着夜幕降临 前来感受篝火之夜的游人如之 一场古老的民间焰火 甩铁花也开始上演 顿时上空呈现出铁花火雨 似箭飞扬的壮观景象 构成一幅奇异的焰火图景 令大家在铁花火雨 似箭飞扬的壮观景象中 辞旧迎新 近日 广西三江洞足自治县越野洞寨 举办了越野节活动 洞乡人用一场别有风味的民宿活动 拉开了2021年的序幕 洞足越野 意为集体游箱做客 是洞箱的一种社交习俗 一个洞寨的男女老少 按约定到另一个洞寨做客 期间要举行赛炉声对歌等活动 活动当天 受邀的村寨队伍盛装出行 在多耶广场跳起炉声彩糖舞 随后大家来到寨门口 与前来的村民朋友们对起洞歌 晚上活动结束后 游客们和洞族群众 一起品尝具有洞族特色的晚餐 用矿泉水瓶当画笔 把雪地当画质 近日 一位来自黑龙江 牧陵市雷锋村的农民 吴同君 以雪地作画的方式 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继继续收看中国三农报道 从今天开始 中国三农报道推出乡村振兴人物榜人物展播 这个人物榜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主办 旨在宣传党的乡村振兴战略 选述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事业中 做出杰出贡献的实践者 今天我们首先来认识时代楷模 云南省丽江市华平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张桂梅 早上六点 教室里已经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 在华平县 女子高中的作息严格是出了名的 学生们争分夺秒 挤出来的时间都用来学习 就连吃饭也有严格的时间规划 还有五分钟 还有五分钟 吃饭也让他们快一点 走路快一点 干什么都是快一点 节约一点时间算一点 华平女子高中是张桂梅于2008年 创办的一所全免费寄宿制高中 主要招收华平县及周边地区 家庭生活困难的女孩 帮助她们实现上大学的梦想 张桂梅创办免费女子高中的想法 源于2001年 当时华平县人民政府与华侨基金会 联合创办华平县儿童福利院 也就是今天的儿童之家 聘请张桂梅义务担任儿童福利院的院长 在福利院里张桂梅发现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这里面亲女孩子被扔掉得多 所以我就说她妈妈要是有知识的话不会的 如果妈有文化 才能拯救或者是阻断她这个贫困 所以我就想办个女子高中 像儿子他们都工作读书 女孩子就不让读书 十六七岁就嫁人了 学校成立后 张桂梅不顾自己一身病痛 跑遍了华平县的乡镇山村 每个新入学的学生家中 她都会去家访 学在费免了 然后住宿费水电费都是免的 我们高约来的时候就学校免费发送的 连我们穿的校服是有两套一套 冬季的一套夏季穿的都是免费的 如今女子高中已经成立了12年 近1800名大山里的女孩 在这里改变了命运 2020年高考 华平女高继续保持了升学率 百分之百的傲人成绩 女高真的是让我们这些大山里的孩子 真的是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我也想像张老师一样 尽自己的一份力 去帮助就是跟我当时 我们家当时情况一样的那些学生 让她也能够用知识改变命运 改变他们家庭的命运 有关张桂梅校长的更多故事 将会在明天晚上八点半的 三农群英会节目中为您带来 欢迎您到时收看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 冬季农业生产方面的消息 1月1号起 熊安新区安新县进入了芦苇收割季节 几十台收割机行驶在白杨店的边面上收割芦苇 白杨店芦苇曾经是当地村民重要的经济作物 过去村民进行人工收割之后 大多进行尾薄的加工 如今尾薄已经退出市场 这些芦苇一度被遗弃在水面上 成为了白杨店的安全和污染隐患 不过这些年 芦苇又有了新的用途 比如粉碎的芦苇粉末 可以经过装袋消毒发酵以后 制成蘑菇的菌棒 还可以粉碎压块 做成环保板材 在浙江省渠州市长山县 十万亩胡佑迎来收获 与此同时 当地生产车间里 机器设备也开足马力 压榨胡佑果汁 长山胡佑是幼与酸橙的杂胶品种 在长山县已有六百多年的栽种历史 全县栽培面积10.5万亩 年产量13.6万吨 胡佑全产业总产值近15亿元 近年来 当地还研发出了胡佑膏 蜜炼双柚枝等一系列胡佑深加工产品 眼下正值菊佑采摘旺季 在江西封城张向镇 白马寨村专业合作社 农场主正通过网络带货 销售自家果园的菊佑 这种既像橘子又像柚子的水果 是当地近些年培植的特色新品种 这个果园种植基地从04年开始发展 现在已经全面进入盛产期 每到采收期 不仅吸引不少商家前来抢购 也吸引周边市民 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为了保护青海湖中特有的珍贵鱼种 青海湖黄鱼 也就是青海湖罗里 青海省决定自2021年1月1号起 实施第六次青海湖封湖玉鱼 封湖玉鱼期限为10年 封湖玉鱼期间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 在青海湖及其入湖河流 捕捞青海湖黄鱼 或者以任何方式收购 拉运 储存贩卖青海湖黄鱼 禁止宾馆 饭店等餐饮单位及个人 加工销售青海湖黄鱼食品 元旦假期在云南的西双版纳 20多头亚洲野象出现在野象谷 游客们还有幸看到了 想象们打闹栖息的有趣画面 据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五国境内约有野生亚洲象300头 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 土耳和林仓境内 每年冬春季节 上百头野象会在野象谷周边栖息 新年一时 位于安徽的九华山风景区 雪后出勤 宛若仙境 漫山的树木复裹着洁白的冰霜 在蓝天的映衬下 有的如银菊绽放 有的如海底珊瑚 分外迷人 徜徉在纯净的冰雪世界 游人们纷纷拍照留念 尽情饱览这如画美景 本期的中国三冬报道就是这些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农业农村频道 微信微博 更多移动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新的一年已经来到了 我们中国三冬报道也有新的变化 从明天开始 我们的播出时间有了新的调整 具体的调整 大家一会儿可以关注我们的片尾字幕 新的一年 相信每个人的心中 对幸福都会有新的期待 尤其是在我们经历了不平凡的2020年之后 大家对于幸福的理解 一定会更深刻更有内涵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就一起听听大家对于幸福的理解 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 双地道 宝传大道 三千斤 这是大家目目以求的 就是跟拱地沙满去备药的两个 这种环境这种感觉 孩子的之歌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热爱生活 就是感觉重手 内心世界它不是空虚的 展示自己的这种感觉 特别有成就感 现在已经盖炒成了二层楼的休养房了 养鱼五千万某一株杂桥岛 微博生产一百公斤 那就不得了了 从品种和技术来讲 基本上成熟了 喜欢这个 更多的那种喜欢是这个资格 我希望明年得到风扇 买得个好价钱 今年最开心的 最幸福的 在学校好老婆 骨子又挂了四五千斤 这鱼牛下骨牛三千五个头 正是进行发展下去我就厉害 你管得对我强制 我一百多块钱 就得我幸福 我买得 发展长江水道 高福世界人民 幸福 可以的 这就是幸福万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ン 请不吝点赞ン